英國防衛大臣華勒斯換上軍禮服 跟蘇格蘭失誤大臣一起替女王守靈 也有國會議員帶著妻兒到靈袖前取襲行禮 無論是大臣議員還是一般老百姓 只要排隊就能夠瞻仰怡榮 唯獨中國駐英代表鄭澤光 不得踏入靈袖所在的西敏宮半部 她在我們的心中 和她的蝸蝠和她的身材 下令的人就是英國下議院的議長霍伊爾 原來當初英國譴責大陸迫害新疆維族 北京對英國國會議員祭出制裁 惹恼國會禁止朱英代表出入 新品廳屬於國會大廈的一部分 當然也不得其門而入 然而大陸依然有受邀參加國葬 王岐山在伊麗莎白二世一項前 肃立莫哀 香港媒體報導代表出席的 很可能就是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而緬懷女王的還有曾經的子民 香港人 香港大批民眾獻花致意 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外人潮睡泄不通 CNN分析就認為九七之後港人不斷失去自由 集會遊行也被嚴格限制 藉由吊咽女王的機會表面上 緬懷殖民過往 實際上是對北京的無神抗議 TV全眾報導 請支持TV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為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